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可以 它明明看起来就是像装酒 但是里面装的是非常美的茶 对今天为什么在吃香鱼之前突然间多加码了有茶 因为我前不久刚去台东路野 然后碰到红乌龙 红乌龙大概是20多年前就有了 那可是以前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很瞧不起它 就觉得乌龙就乌龙 红茶就红茶 为什么叫红乌龙对对然后我以前对红乌龙印象也不好 可是这一次一喝就超级惊艳超级好喝 就它自茶净技术变得非常好 很好喝我刚也喝了 大家如果现在有看到我们YouTube的话 就可以看到阿东老师带来的这个真的很美 我真的很想要叫大家来看 因为有的时候不是所有的画面都很清楚 但是今天今天的这个影像很清楚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玻璃清澈的玻璃瓶泡出来 这个非常清澈漂亮的这个颜色 就是红乌龙茶 可是我们看到那个茶包里面还有很漂亮的花朵 这什么花 有机玫瑰花 有机玫瑰花 台东东河那边种的 哇 所以它是有机玫瑰跟红乌龙一起冷泡 对 你这个你现在我喝的这个这一瓶你是冷泡了多久 24小时 24小时 对 我昨天提前 对 它泡茶 冷泡茶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很多人就是把它塞进宝特瓶里面 然后就放冰箱 对那看起来很没有质感 然后而且它的香气通常不容易出来 那最好的冷泡茶方式是你找一个很漂亮的玻璃瓶 这很重要 非常关键 漂亮的玻璃瓶 对 然后你把茶叶放进去之后啊 你用常温的水 常温的冷水大概就二十几度三十度的水 泡下去之后你让它在室温下待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之后它里面的香气比较容易被积出来 然后你再放到冰箱里面24个小时 如果你的冰箱是五六度的话 大概就放24个小时 如果它可以再调低一点调到一两度的话 放48个小时 它慢慢萃取的味道会更好 嗯 那是因为喝冷的 那要喝冰的 假设我不要喝冰的我就喝冷的就好了 我放室温就一直这样泡没有问题吗 它会坏 会坏哦 对因为它就是 哦 对它 嗯 就是跟你饮料放在外面也会容易坏一样的道理 哦原来所以它这个要冰在冰箱里面的原因是延缓它的 延缓它坏了 对 哦我一直以为只是因为大家想要喝 喝这个冰的 因为我想说因为我没有 我平常比如说像现在天气凉了 我不喝冰的 我只喝冷的摆在外面不行 不行不行会坏 因为茶叶里面是不是也有蛋白质这一类的东西啊 嗯 我不是很清楚 可是它确实放着它会酸草 其实会有时候茶放外面一夜就酸了都有可能 好所以这个冷泡茶的重要的这个诀窍我还真的没听过 老师今天教我们 呃最重要就是拿一个漂亮的瓶子 很重要 哈哈哈哈 而且喝的时候也要用漂亮的杯子 对像我们两个现在就拿着玻璃杯 哎呀 这种感觉多好 一早心情就很好 所以这个红乌龙它是红茶跟乌龙去做的一个新的改良吗 好我解释一下 就是台东路也是台湾一个很小的茶区 然后它海拔平均只有300公尺 那这样的海拔种出来的茶叶通常不会太好 对所以它的茶一直很便宜 那但是它的茶区有一个特色就是 每年大家采完冬茶之后就要休息 然后再采春茶 对那可是他们采完冬茶之后因为台东气温比较高 它还可以采冬片茶 然后采完冬片茶之后它还可以采早春茶 然后再采春茶 所以它可以在冬天到春天这中间它可以采四次 那就弥补了很多茶区欠缺茶叶的不足 对那可是 忙完春茶之后再进入夏天秋天茶叶品质就真的很差 那所以他们那边的农夫就是在春天 过后的夏天秋天几乎就是失业的状态 然后他们茶叶一直也没有被认可说是茶叶品质很好 所以收入也不好 所以茶改厂那个时候就针对花莲润税就推出蜜香红茶 对对对对 那针对台东鹿野他们就推出红乌龙 对那红乌龙之所以叫红乌龙是因为 它是类似东方美人茶那样的做法 东方美人茶是把那个茶叶被小绿叶蚕咬过 对对对对对 对那它就有蜜香味 那东方美人茶很贵 大概一斤都要五六千块以上 是因为他们采那个叶子刚发芽出来就被钉的那一种 萎缩的很厉害 所以它很小朵你要花很多时间采 可是蜜香红茶跟这种红乌龙 它会采的就是那种有稍微咬到就可以了 对那它成本就不会那么高 对那香气蜜香味也没有那么重 那但是接下来他们就把这种被小绿叶蚕 超微钉咬过大大片的茶叶 就是如果百分之百发酵 就会变成蜜香红茶 那如果说它把它百分之八十发酵 然后用乌龙的做法 它就会变成红乌龙 所以是一样的 类似的 就是一般的乌龙茶它是发酵程度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 它把它拉高到百分之八十 对那所以它的茶色会很像乌龙 会很像红茶的红 因为冷泡比较看不出来 你如果热泡的话 这样看还好 这样看它颜色其实蛮淡的 对对对蛮淡的 然后红乌龙它一开始出来啊 就是大家都觉得它味道很怪 因为大家还不习惯 可是这几年经过大概这二十几年的改善 制茶基础提升之后 它的味道就变得很好 而且大家发现它冷泡起来非常好喝 然后最特别的是 现在有人把它在里面加杭菊 加玫瑰 有的还加姜母 然后就是各种花果茶 然后让它变得非常缤纷 味道非常多元 老师你这个茶包里面有那个有机玫瑰花嘛 花瓣 它是你是你自己加的 你这个是自己加的 还是它其实就一包 这是一包 你怎么塞进去啊 它原本很小包吗 对它原本小小的 然后进去之后它才膨胀 才膨胀的 对不然我想说你这个口这么细 你这个瓶子是特别去买的吗 对 你家有很多这种瓶子对不对 好几个 而且你家还有好多蜂蜜 我记得 我家有二十几罐蜂蜜 你家应该有两百多罐罐子吧 对喜欢这些东西 我觉得你家应该有很多很多瓶瓶罐罐 好所以今天呢 我们在讲烤香鱼吃香鱼之前 先来跟大家这个加码 非常感谢阿东老师 告诉大家 其实台东路野的红乌龙 大家可以品尝看看 而且要用冷泡 要用冷泡 冷泡的方式呢 就是先在室温下用室温的水 先泡个半小时之后再放到冰箱里面 大概24小时 24小时之后 这个你要拿出来吗 我有时候我都不知道 那个茶包到底要不要拿出来 还是可以一直放在里面 赶快喝完 就赶快喝完 对 好 没有说什么可以在里面放一个礼拜 不行就大概24小时之后拿出来 把它喝完就好了 就好了是不是 好 如果你真的要把茶叶拿出来 我觉得那个过程会把它弄得浑浊 对对对 所以不要因为赶快喝完 因为你看看它 它膨胀之后 假设你是用这么漂亮的品质 拿出来过程一定要破坏它 对 不然拿不出来 所以它就会弄乱去把它走 对 好 所以今天也顺便教大家冷泡茶的正确冲泡方式 刚好多人都说 欸 不知道是要这样子欸 就是直接丢进去就放冰箱 对对对 其实我有想过就是说 它直接放冰箱 我觉得它好像比较开不了 就是那个 打不开 那个叶子打不开吗 对对 那更好的方式 有的人会用到45度的温水 嗯 然后泡了之后赶快急促冷却 然后再进冰箱 OK好 所以呢 这个除了跟大家讲讲这个好喝的红乌龙之外 今天当然我们的主题是要吃香鱼 那所以今天 每次来就我就说马阿东老师都是丢席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 刚好是香鱼季 正在抓 正在抓 应该刚好抓完了 哦 哪里是全台湾最丰饶在香鱼的捕获上面的地方 宜兰东山 宜兰东山 可是我最近 我香鱼已经采访好多年了 然后最近这一次我在查资料才突然发现 台湾以前有野生香鱼 现在的都不是吗 现在都是养的 哦 现在百分之九十 大概九十九都养在宜兰东山那一边 嗯 对 宜兰东山跟远山 嗯 然后 呃 我那时候是看那个 水 水事所 他们的统计年报 他说在1953年 就民国42年的时候 在台湾可以捕捕捉到野生香鱼44公顿 哇 哇 变成135公斤 蛤 对 因为那个时候是台湾正在积极建设发展的时候 然后 河流的水质遭到破坏 对不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香鱼它是每年到了秋天 它会从河流的中上游往出海口游 嗯 然后在出海口产卵 嗯 产卵之后香鱼就死了 嗯 然后它的小宝宝会在逆流而上 回到中上游 对 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在河流里面建了很多的水泥工程 嗯 然后就瞬间到了 我说1954 嗯 1965年剩下135公斤 嗯 到了1968年之后 台湾就再也没有发现过野生香鱼了 嗯 对 很快 所以现在都没有吗 现在有人在野放 可是能不能活还不知道 它野放也是拿那个养殖的鱼苗去野放啊 对 那那那还叫野生香鱼吗 还是算啦 如果它有活下来的话 对对对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哦 香鱼到底为什么叫香鱼 会香 哪里香 你在 跑完之后 跑完之后每一只鱼都蛮香的 每一只都香 哈哈哈哈哈哈 它 你在那个鱼池里面啊 他们说在某一些季节 你靠进到鱼池里面在那里抓鱼的时候 你就会闻到它身上有哈密瓜的香气 真的假的 我自己闻觉得比较像黄瓜 真的有 就是有这种瓜果类的味道 哇 就是在它的背部有一条油纸 然后它会有这种瓜果的味道 哦 所以香鱼是真的会香才叫香鱼 哦 对 然后它有一个名称叫黏鱼 一年两年的黏 就是它每年秋天下去产卵死掉 然后新的鱼苗回来之后 到了秋天再下去又产卵又死掉 所以就一年一串 那在1980年代就开始成功养殖 那为什么都养在宜蘭是因为香鱼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视水质的你在西部这些河川你几乎就西部的养殖场的水养不起来 它们现在都是在宜蘭东山 它有远山那边 它有自然的泳泉 雪山的泉水 然后香鱼上那边就活得比较好 就它吃水质非常重 对不对 它的要养香鱼的水质一定要非常非常好 非常非常干净 对 那香鱼为什么日本人那么喜欢 就是你香鱼抓起来 你从来没有看过有人在刮鱼鳞 我不知道 对不对 香鱼不用刮鱼鳞 为什么它没有鱼鳞吗 它有鱼鳞 它的鱼鳞很细 而且它的鱼鳞一碰到热 它就会融化成胶原蛋白附阻在上面 所以我如果去市场买香鱼 也不是它处理好的鱼片 它根本就没有刮 它不需要刮 它碰到热它就散掉了 哇 好方便哦 好方便 我怎么会是完全只有这种想法了 哎呀 好 第二个方便是 你也没有看过有人把香鱼 剖开内脏 对 这个是没有 对 为什么 因为我听大家说香鱼就要吃它的内脏 对 它的内脏不会苦吗 香鱼只吃藻类 哦 对 就是香鱼它从小到大它只吃藻类 那人家就在讲说它体内的香味 可能就是这些藻类慢慢累积而成的 然后加上水质很干净 所以是那种瓜果很清香的味道 哇 对那所以香鱼基本上都是抓起来直接煎直接烤就可以 真方便 超方便 对 而且也真的蛮环保的 就是说你也不会制造一些其他的东西 哎那所以啊 呃香鱼到底要吃公的还母的 因为大家都会说哦香鱼卵超好吃 嗯嗯 哎讲到这个东西你知道我前阵子去吃跟朋友们去吃那个居酒屋 嗯 我很喜欢吃柳叶鱼 我非常喜欢我从小就爱吃柳叶鱼 那柳叶鱼一上来什么五只十只我就是自己一个人吃掉 柳叶鱼里面就是有蛋蛋嘛对不对 结果你知道吗我们上次去的时候上来一盘柳叶鱼没有一只柱子没有蛋的 我超级生气耶 嗯 然后他们就说应该是这一盘刚好没有 我说没有 我说那一定是这个季节 就没有 然后他们又说不死心再叫一盘 还是没有 公的 是公的还是季节的问题到底 都有 都有是不是 好我们待会儿回来就来剖析一下香鱼要怎么吃啦 怎样好吃 今天礼拜五的一同去郊游 大家最喜欢的陈志东 阿东老师在现场带我们去宜兰东山吃香鱼 今天阿东老师带了满满的图片来跟大家一张一张说明 我们马上就邀请大家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打开你的手机或平板或电脑 登入YouTube搜寻飞铁联播网 正在直播的就是我们生活同乐会 你会看到我跟阿东老师 因为接下来很多很棒的图片照片 现场的照片 尤其是怎么分哪些好吃怎么吃 都可以透过图片来跟大家说明 首先要来带大家看什么呢 看一张张看吗 还是你要先挑着看 先问你你喜欢吃哪一种香鱼 公的还是木的 还是蛋很多的还是蛋普通多还是没有蛋的 我刚刚就跟你说柳叶鱼我一定要吃有蛋 但是香鱼 香鱼我觉得还好 因为香鱼的肉也很好吃 因为它肉很细也蛮好吃的 所以我还是喜欢吃有蛋的 我是鱼卵控 所有的人去日本料理店 点到香鱼一定是要有蛋的 对然后而且你去市场上买也是有蛋的 而且蛋很饱满的鱼最贵 对可是那一种鱼就是对养鱼人家来讲 它其实并不是最好的鱼 对因为他们说一只鱼当它的蛋已经到九分满十分饱满的时候 它身体上的肉基本上所有营养都已经给它的卵 所以它的肉已经是比较干材没有味道也没有肉 然后那个卵已经快要排出来了 要抚育下一代 所以那个卵也已经太过干了 对所以我们在吃那一个整只非常饱满的鱼卵的时候 他们说如果是跟那种六七分熟的蛋 比起来六七分熟的蛋还有胶原蛋白的感觉 到了九分十分的时候已经没有那个感觉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图片吗 怎么样是所谓的这个巨大巨大鱼母 巨大暴卵鱼喔 等一下这边有写 暴卵的母鱼 暴卵母鱼喔 这个吗 对这是大很大只的 你看到右边这三只有没有 香鱼当它成熟的时候 你就看到它的体色开始泛出金黄色 对 然后肚子那边会开始变得红红的 对 这个就是母鱼它性成熟的象征 就是代表这只鱼里面的鱼卵已经够成熟 然后你看它公母怎么分 你看它下面就是尾巴前面那一个屁股 屁股那一个旗 它是很像一个Nike形状的 对对对 这是母鱼的外形的特征 对 那左边这两只是公鱼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体色没有那么黄 然后它就是比较黑白黑白 然后它屁股的那一个旗 就是一个圆弧形 不太一样 对对 因为母鱼有一个沟 对对对对 哇这是它们在分鱼对不对 对对对对 就右边就是母鱼 左边就公鱼 这个比较小的时候 所以它们从小的时候就很明显的 可以从那个背起来分辨对不对 尾部上面的背起来分辨 两三个月大概就可以很明确的清楚的看到 哇 对那 以前香鱼就是黏鱼嘛 就是要养一整年 大概从一月的时候 养到中秋节是出货量最大的时候 然后中秋烤肉大家都要烤香鱼 对对对对 然后到了十月才是它的卵最饱满的时候 才开始把它全给捞起来 那 现在后来就是 宜兰那一边 宜兰原山乡有一个八甲鱼场 八甲鱼场他们把香鱼挪到平地上来养 然后用活水养之 然后现在香鱼一年可以收成两次 第一次是它在一月的时候放鱼苗 然后大概到了六月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有第一次的收成 那时候香鱼都是比较小值的 你这个香鱼飞得好高喔 它们在分 那是它们丢的 是它丢进去吗 对 我以为是它自己飞起来 感觉在海上看到飞鱼一样的感觉 那个香鱼的分鱼非常重要 把公母分开 把大小分开 因为如果说我们两个一大一小 大的绝对不会把食物让给小的 所以小的会一直长不大 所以它分鱼是在不同的鱼池里吗 它会把鱼集中起来 然后放在这里 然后就 它们就要抓起来看 就分大小分公母 然后养在不同的池里面 对对对 分池 OK好了解 分公母也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公母在同一个池子里面 你在它们就会互相追逐 就会想要谈恋爱 就会互相追逐 然后最后就两只都变成兽子 对公的也兽母的也兽 然后甚至有可能就 终于过度 终于过度的香鱼们 要把它们分开 对要分开 那所以每年的秋天分鱼的时候 是很好看的季节 你就看到它们这样一秒就一只 非常的快 好 那再来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不同的鱼 因为你说其实 现在 刚刚我们有聊到 就是说 现在的 大家好像喜欢越吃越小 对 什么东西都喜欢吃小的 对对 喜欢吃嫩的 这个吗 这个是小香鱼 对 这个就是现在很受欢迎的香鱼 就会再大一点 那也有人吃这么小的 因为以前我们都吃那种 抱卵的母鱼 对啊 那种养鱼人家都说 公鱼吃肉 母鱼吃卵 对 那大家都吃卵 没有人要吃公鱼 那可是他们其实养鱼人家喜欢吃公鱼 因为公鱼 公鱼 吃公鱼有一个技巧 就是你把这只鱼 本来是躺着 你把它立起来 然后你拿一只筷子 从它的头 这样压压压压 筷子这样压压压压 压到尾巴 然后之后你把尾巴这里 弄开 你就可以把整根翅抽起来 对 我好像有看过 有 我有看过在日本料理店吧 有看过这样子的一个抽 就是一条就出来了 对对对 然后那个里面 那个剩下的鱼 就是完整的一只鱼 对不对 没错 那母鱼没有办法这样抽 哦 真的哦 因为母鱼它的身体已经 结构已经被它的软给挤坏了 所以你抽不出来 嗯 哦 那公鱼这样抽出来之后 公鱼的肉就会比较甜 比较香 嗯 那 母鱼它们自己养鱼人家喜欢吃那种 五六分满的 嗯 饱满的那种母鱼 我们可以看到照片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 这个 对 好 现在看到的这样照片就是五六分 不是抱卵的那种 对对 卵没有抱 你说它们自己养鱼人家喜欢吃这种 为什么 因为这种它的肉质也好 而且它的卵吃起来会有胶原蛋白的感觉 对就是还很滑嫩 哦 很Q 对 嗯 那这种鱼你去如果有看到的话 它也会比较便宜 这种哦 对这种便宜 可是这种便宜的 而且是它们自己认为品质好的 可是它价格就是上不来 因为大家就喜欢那种卵很大的 嗯 对 那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价格 就是这种小的 它价格其实很便宜 你去产地买 一只我看要不要 三四十块 就可以买到 对 其实很便宜 哎我不晓得 现在如果说那种暴卵的香鱼啊 在市场卖一只 市场端到一只 我记得一两百块吧 一两百块 对 嗯 但因为它也大嘛 就大家可能可以就是全家人一起吃啊 这种它们大家就会觉得 可能我要弄两只才能抵 也许 也许 因为你刚刚那个真的好大哦 对 超大 你真的超级大 对 那那种就是非常受欢迎的 你今天在的照片没有可以已经可以吃的鱼吗 没有 你豆袋生的 我想看一些料理好的鱼 你现在 我肚子饿了 我肚子饿了 哈哈哈哈 所以好 那呃 我们刚刚其实讲到这个香鱼 诶 这个呢 这为什么看起来弯弯的 这是畸形的 畸形鱼 对 每一个鱼池里面都会有这样子的鱼 然后它的原因是因为 第一个是因为温度 就是它温度剧烈变化 然后鱼就很容易产生这种状况 第二个就是因为有细菌 寄生虫 对 它不是因为养得太满 然后挤挤挤挤挤到骨折 不是 对 那每一尺香鱼里面都会有这一种鱼 那这一种鱼它 现在都会把它加工炸成鱼干 哦 原来如此 你有吃过吗 整只的 那我们吃到的那种鱼骨啊 鱼干啊 那种一包一包 对 是不是都其实都是 可能这个不适合卖出去的鱼 有可能 然后把它做成这些东西 对 加工品这样才是能够真的物尽其用 对不对 没错 不要把它浪费掉 对 因为这可能没有人会买啦 对 你看了你也不忍心吃 那榨成了整个的鱼干有吗 有照片吗 你就都不要带有可以吃的给我们看 我没有带 我有可是我都没有带 你今天呢 我们今天都是那个 我们今天都是活鱼的 活鱼的状态 好 还有什么照片可以给我们看一下 你刚刚有说到那个八甲休闲鱼场 它是可以给大家参观的 对不对 它是很少数可以让人家参观的香鱼吃 你知道香鱼它是一种非常胆小的鱼 就是有时候你从旁边走过去 你的影子映到水面 它可能就吓死两三只 对 然后 吓死吗 对 活活吓死吗 活活吓死 然后有一些香鱼它是养在室内的 我在听他们讲 他们就是说 他每天固定早上 9点去把灯打开 然后做完 作业完之后 比如说10点半 11点 他把灯关掉 然后今天他就不能再打开 今天他如果在 随便进去再开灯 可能又吓死两三只 等一下可是他现在这个是在户外啊 这是在户外的 那那个就是太阳很大 他们不会吓死哦 不 人影过去 有黑影过去就会吓到 它会以为是鸟要来抓它 哦 是哦 对对对 所以鸟会辅到 那个辅冲到池里去抓鱼吗 如果你水比较浅的话 或者是 有人就在讲说鸟其实是 鱼的护士 就是当你的鱼不太健康 它就比较会在水面 再附再撑 鸟一过来就把它抓走 那这样抓走就可以避免 它死在鱼池里面 把疾病传染给整个鱼池 哦 对 那所以有人把白鹿丝叫做白护士 哦 对那鸟 对养鱼人家来讲 有的人觉得它就是来帮忙的 那也有的人觉得它就是来偷吃的 嗯 对 所以它是两种不同态度 其实好像也是一体两面啦 他确实是来偷吃的没有错 但他偷吃之后可能可以帮你一下 对 可是他吃也吃不多啊 嗯 好我们时间的关系差不多 但是就是说这边其实是一个 蛮可以带的小朋友一起来体验的地方 对不对 这个是宜兰的东山的 圆山 圆山八甲州咸鱼场对不对 对 它里面有餐厅可以吃饭 可以吃饭 就是说你可以观察 然后可以这个参观 然后最后可以在这里吃饭 对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阿东老师 为我们带来这个香鱼记 大家可以去参观一下哦